哎呦呦呦呦 好奇啦 布雷迪四场竞赛处分 被法官驳回 反将古德尔一军 一名联邦法官决定帮布雷迪的 泄气橄榄球重新打气 他因新英格兰爱国者队 泄气们的作弊丑闻 被开出的四场竞赛处决被撤回 而国家美式足球联盟 NFL仍表示会继续上诉 不过布雷迪可以跟他的球球 参加开幕赛咯 法官布尔曼指责 专制的NFL主席古德 对这个小帅哥的惩罚 实在是太超过啦 布雷迪仍坚称 他根本不知道上一季 美联冠军赛中用的是泄气的球 其实布雷迪在乎的不是布雷迪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球扁掉 他现在都这样说 他想评断的是NFL两框的调查 跟陈储陈旭到底合不合法 古德尔跟他的小小兵们可是包办了警察 检察官 法官 评委 筷子手的角色哦 不就好厉害 简单来说NFL并没有正式告知布雷迪会遭到什么惩罚 也不让他的朋友们在听证会上提出质疑 甚至还不让布雷迪他们有机会去了解哪些证据是不利的 看来布雷迪终于摆脱麻烦了 而古德则将不会出现在他从不缺席的联盟开幕赛中 好在家自我疗伤安慰一下 古德到底能够保住自己的饭丸吗 还是是时候吵他犹豫了呢 各位观众 我们下期再见